今天才知道原来蜡烛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 非常的实用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妙用 像家里的这些LED灯 无论是这种灯泡还是这种吸顶的LED灯 非常的不耐用 一般用了两三年就坏掉了 像这种不耐用的怎么办呢 我们看啊 像这个LED灯啊就是一个客户送过来的 我们呢给它通完电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插牌上面是有电的 这个灯不亮 遇到这种情况呢 咱们不要把它给扔掉 首先呢给它先拔掉电源 然后呢 把这个插头给它拔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蜡烛就能完美的修好 家里换掉的这些LED灯 首先操作的一步呢 我们先给这个蜡烛给它先点着 让它先热一下身 点着以后呢给它放到这边 接下来呢 找一个铁的东西啊 给它最好呢放在这个旁边 织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看啊 像这些LED灯换了以后呢 一般都是上面这个小灯珠坏掉了 这些小灯珠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只要有一个小灯珠坏掉了 这个灯呢它就会不亮 我们先找到坏的这个灯珠 我们看一下 坏的灯珠啊 一般中间都可以看到个小黑角 这个上面 看到小黑角就说明啊 是这个小灯珠坏掉了 我们用这个蜡烛呢 就能完美的修好坏掉的LED灯 而且修好后也非常的耐用 首先呢就把这个灯给它放在这个蜡烛上面 我们这样烤一下 烤的时候呢 仔细观察一下灯珠两侧 看一下这个锡有没有融化 你看一下 现在呢 已经差不多化了 然后呢 用着镊子把它给加下来 加下来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呢 再找一个报废的LED灯 在上面拆一个这样的小灯珠 给它拆下来 还是一样啊 先加热 加热好了以后 看着两头这个锡融化了以后 把它给拿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呢 也融化了 把它给拿下来 拿来以后呢 接下来呢 咱们就开始安装这个灯珠 开始一样 先给它加热 加热了以后 然后呢 把它放上 放上之后 还是接着加热 等两边的锡融化了以后 让它沾上 焊得更老固以后 然后呢 把这蜡烛再吹灭 晃动一下 OK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个灯珠周围 这个灯给它擦一下 因为蜡烛已经烤黑了 就这样擦干净了以后呢 我们呢 就开始啊 把这个电源给它接上 来测试一下 看这个灯 怎么样呢 垂面蜡烛 这些就不用了 通上电源 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呢 现在这个灯已经亮了 是吧 非常的完美 就把它给修好了 而且修好之后呢 还是非常的耐用 我们更换灯珠的时候呢 一般都用加热台 但是没有加热台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蜡烛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它隐藏的功能 非常的实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